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热歌喉 万能的东敏俊成为亚洲女性模伴的男神 今天,来自黑东腔的女孩李奕璇来到现场 要向男神东敏俊告白 那么,东敏俊的扮演者金秀贤 会来到现场并接受她的告白吗? 大家好,我叫李奕璇,今年21岁,来自杭州 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我心目中的男神东敏俊告白的 谢谢大家 然后,现场带了炸鸡和啤酒 可以希望把我的好心情跟你一起分享 我就让她拍一下 你想吃一块吗? 来吧 来,来,来 你们吃吧 给观众吃的 先吃 来,拍一个代表,拿一块啊 炸鸡和啤酒这段时间都卖疯了 我把你的好意都给了他们 人世间的爱情都是为了繁衍生息 传宗接代 这是杜敏俊对爱情的诠释 是有这么一句吧 他身上的衣服有点眼熟 今天是我特意准备了穿的千松衣的衣服来向我的男神告诉你 千松衣同款888 你觉得你穿的好看还是千松衣穿的好看? 我觉得我穿的也挺好看 对 这女孩身材也还不错 说吧 虽然说胖了点 没关系,多胖,多胖 就腿胖了 说吧 对金秀贤所扮演的都敏俊 到底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原来是一个从来都不看韩剧的一个女生 而且我也可能和在座的各位有的想法相同 觉得看韩剧的人是脑残 然后同学他们介绍给我这部剧的时候我也没想仔细看 但是看了之后我就一发不可说说我就喜欢上他了 然后我就觉得他给我的生活就带来了希望 我觉得我在看这部剧之前是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看了这部剧之后 我觉得我想减肥然后去韩国整容 我也想去娱乐圈想和他一起拍戏 东敏俊给了你第二次人生啊 你居然说在没有看这个之前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他不会说很多爱他的话 当然他会做许多爱他的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男人应该最应该有的品质 但是我们当下大多数男人都没有这样吧 我们 critically去想估计 When the 世界上的名字 是一个人的 和前观点 解决